喂 爸爸 你们怎么来了 我已经吵这么大了 其实我是可以 自己回家的 向警官 陆先生 向警官 我爸想去 向警官 我想打听个事 你们这四驱二所 确定肯定我受罚吗 爸爸 这里是二驱四驱 二驱四驱 四驱确实没事 我爸爸想请你吃个饭 你一会儿带着你的妹妹呢 来家里一趟 我有事跟你说 那个 向警官 我爸爸特地去菜场买了挑鱼 要给你做红烧鱼吃 你记得带上秋实一起来 还有 洛琪琪 你怎么单独跟男生聊天呢 要来带上他的功课 我答应我帮他辅导的 我一会儿就告诉拜拜 我都在下等你啊 一定有来 大学 有人要替你吃红烧鱼啊 向警官 你怎么找到这来了 我想打听个警察所 还不容易吗 他们知道你是谁吗 军政部刺长的儿子 军政部刺长的儿子 跑到这么个警察所里当新兵 连真名都不敢用 现在还要去女警员家里 吃红烧鱼 你小子谈恋爱了 跟那个女警员啊 开什么玩笑的 那既然不是 就说说吧 你到底在玩什么游戏啊 给我半个月的时间 半个月后 我一定跟你交代 我知道 前段时间 海军部有人在你父亲的 生日宴上被捕了 因为通控 你跟我说句实话 你现在做这些 跟那个姓邓的有关吗 干吗突然问这个 有人已经向我打听这件事情了 我再问你一次 到底有没有关系 当警察是我自己的事情 跟其他人都没有关系 行了 那我就当你是 在军校待久了 现在神仙下凡 看什么都新鲜好玩 但是玩归玩 别因我伤身啊 我走了 记得你欠我个交代啊 赶紧去吃你的红烧鸣去吧 夏龙正好 夏龙正好 来 快偷偷地儿 来 来 来 喂 又是我最喜欢吃的红烧鱼 你喜欢吃这鱼啊 那以后都带你哥哥来 好 好 那爸爸 我现在可以吃鱼吗 当然了 快尝尝你当然 谢谢你 爸爸 哥 没想到 还有人喜欢吃你 你做的饭 好 你当然 怕不怕辣啊 还行 你尝尝 怎么样 好吃 好吃吗 好吃 好吃 好吃啊 好吃就多吃 看样子 我女儿当警察的事 我是反对不了了 我今天找你来吃饭呢 我就是有事相夺 这个鸭头上学的时候 你就是给他答案 他都会写错的人 他 他呀 脑子不通 他模样也不通 要把他放到大街上 别人都不会多看他一眼 你说他跑去当警察 我不求他有功 每天平平安安回来就好 我今天跟你说这些呢 我今天跟你说这些呢 我就是想拜托你 既然你们是搭档 今后 我照顾着他点 骆先生 抱歉 这件事我答应不了 这件事我答应不了 我现在不是警察了 你不当警察了 对 我现在就费钱了 那你的意思是 我女儿在四族 没有搭档了 这个是我做家教的时候 给学生准备的题 你做一遍 我就知道从哪儿开始辅导你 我们要像在学校考试一样 你要写上名字 最后我来打分 好吗 好 开始吧 李师傅 来了 天侠 有事了 您有时间吧 我一会儿想请您送我两个朋友回家 有生意谁不做呀 那我进屋书穿个缩衣 你稍等我一会儿 麻烦您了啊 不麻烦 不麻烦 慢点 我帮你拿这伞 回去好好跟哥哥学习 我爸爸爱说一些 你也不找编辑的话 你别往心里去 骆警官 其实我来四所是个意外 甚至我来上海都是个意外 有人托我给上海的朋友 送一份礼物 我本应该在礼物送到之后 我就是多久离开 我有自己要做的事 他不在上海 更不在这间警察所 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 自己会以警察的身份 被人欺望什么 所以 你说我们不是搭档 对我而言 搭档是能够沿着一条路 一起走下去的人 我知道自己迟早会离开思索 如果我们都不在 同一条路上 又怎么能成为搭档呢 陈队长说得对 你再次所做得很不错了 你能成为一个好的警察 至少比我更有可能 如果我们来的警察 但是你拨打车 对 拨打车 听了一点 你为了拨打架 姐 我看了向警官 给邱石布置的作业 他一看就是认真读过书的人 说不定啊 还上过大学呢 他入职考试 比我还低十分呢 你还真是对这个人 一无所知啊 你看他戴那手表没 人家不仅聪明 家世好 长得还像科拉克盖伯 他跟四所警察 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连向警官的妹妹 都这么厉害 你说邱石 给他 我给他布置的题 他全都做对了 一提给我没做错 这个吓唬 这以后是要上大学的人啊 这名字 这名字怎么兔兔改改的 写错了吧 我名字都不会写错 那是什么呢 一经一乍的 我名字都不会写错 梦多 怎么了 什么梦多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你在家的时候妈妈不帮你变变咋 我爸爸妈妈他们不在上海 那岂不是很长时间都见不到自己的爸爸妈妈了 对 姐 说是说一直是向警官在照顾他 好像有什么原因不方便上学 反而功课都是向警官在教 太帅父母不在上海 是啊 那两人也不知道去哪儿了 不过要是有这样的哥哥照顾我 后来我也愿意 你不觉得向警官去你们警所当警察很奇怪吗 他人聪明家世好长得还像电影明星 你更应该考虑的是思索根本没有能力抓到凶手 甚至还有可能因为这件事情被第二次处罚 这么做毫无意义 值得吗 他把秋实一直待在身边 来思索就是为了查这个案子 他连别人最害怕的事情都敢做 他怎么会觉得不值得呢 不是 姐 你在说什么呀 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呀 你可不可以说话呀 也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呀 所以我刚才不想到我看你